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有玄奘大师的这般智慧呢 关于真为适量跟玄奘大师的成为适论 这个是玄奘大师他在当时的智慧的解禁 我们曾经讲过 就是说真为适量这样子的一个宇宙跟生命的事实真相 它不会随着时间跟空间的变化而起不一样的作用 所以时空再怎么变化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它是不会变的 所以你说那这样子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现在的这个环境是不是能够用真为适量跟成为适论来做一个真理实相的解释呢 是可以的 因为它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 那至于说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说 因为玄奘大师他有这样子这么完整的资讯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以玄奘大师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增加自己的智慧是可以的 就是说玄奘大师他所留下来的这个真为适量跟成为适论 他到我们这一世的时候到现代的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去深入而且正确的了解他的内容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像刚刚侯老师所讲的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学习 所以他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在现在的这个时空环境还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要增长自己的智慧的话 就是要以玄奘大师他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内容 来详细的了解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真相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们要有玄奘大师这样的智慧的话 就是要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 福德里面包括了智慧 然后智慧是在横跨三世的因果作用里面的一个 就是这一世如果琴练弹钢琴的话 那这个智慧这个技术熟练的种子会带到下一次去 所以同样的智慧也是一样 这一世你学习了非常有智慧的内容 比如说透过玄奘大师他告诉我们的这些东西 你很快的能够学习自己来增长自己的智慧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智慧也是会流到下一次去 所以除了我们站在玄奘大师的肩膀上来学习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早一点要来探寻宇宙跟生命的真相 然后早一点来增长自己的智慧 因为这些智慧会累积到下一次 所以不要更不要说 这一次我要急着享受很忙 我下一次才来修学 来学习探讨宇宙跟生命的真相 早一点开始的话 会早一点增长自己的智慧 谢谢 为世亮 刚刚我们听演讲的时候已经知道他的定义 曾为世亮说万法都是第八世他所生的 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随活随久了就知道一个基本概念 他第八世能够生万法 那还要再细收直接生六根 间接生六成 辗转生六四 那这个把它背起来没有用啊 你要去透过观察 那为什么这样 那从理论上从五位白法这个都可以很容易 就讲一切最深故一尺相运故二手现运故 对对对对 不然你不献给我看看 对不对 你真的要破餐之后呢 你很多东西才可以验证 验证一步一步来啊 来我举个例子 佛法我们都说三无肉 那三无肉后来就叫戒定会嘛 然后到大神又加了三个嘛 就不失辞戒嘛 你看戒就得 然后忍日精进嘛 对不对 然后才禅定嘛 你看禅定又出来 然后才泼着嘛 所以不管是三无肉或是六度 其实是一样 就是他的修法有一些就是加行 好 那你如果从我们修行的位阶啊 以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来讲啊 戒定会 那戒定会呢 那个会我们先从会来讲 大家不要用理解 会分小胜中胜大胜啊 那小胜呢 是现在什么程度 小随 中胜呢 是中 中胜就是元节嘛 十二因缘嘛 好 这个是中随 这个又比较 小胜要蓝一点 比那个四胜帝呢 对不对 又要蓝一点 然后呢 你到大随的时候 那就代行啊 大胜 大胜的话就是大随程度 那大随呢 你要民心才算 这个路起通知呢 你才能够读懂大随的东西呢 那现在没有啊 大家没有破绽 是不是先随 你看我们 我们中土的人呢 真的很臭屁 你知道吗 随都要随人家最好的 其实印度把最好的拿来 大胜佛法拿来 大胜佛法拿来 你那个小随程度 中随程度要我补修 要啊 但是呢 没有啊 直接就是从大胜里面 去参残啊 那为什么 他十年二十年 就在那摩啊 补修随分啊 就整个大随预科嘛 那大随里面呢 他还有分啊 参残这个坡者是入门啊 那研究所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维世啦 所以你看啊 我们今天讲玄状这个 他又把印度最好的东西 又拿来 你知道吗 拿来传了两代就没了 那为什么 大家看不懂啦 因为那个是佛法最高深的部分 甚至是地上 地上菩萨 出第二第三地 修水的东西 你看啊 那我们 我们华人就是 为什么叫华夏 华华世界啊 什么都要想好 都是把他最好的来 所以你看啊 后来还好有禅宗呢 禅宗是一个行门啊 等于补充我们这个大神佛法 修行的方法 要不然只有诵经啊 诵经你把他保庇啊 保庇我平安顺顺顺大贪钱啊 哇 对佛法没有办法亲身体验 所以你看啊 现在我们台湾呢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 都是禅宗哦 我研究师我也不知道啊 他去世啊 父亲才看啊 那个灵纪正宗第四十八代 我一直没有听他教我禅呢 那也教我练佛啊 因为禅法不会的嘛 现在禅宗在台湾反而又复兴起来 就是有修行方法 这些人的好事 那你有时候借的话 那借的话如果一这样来推啦 借大概是幼幼斑的呢 借定会啊 定才是幼稚园呢 所以定的话是共外道法 定是共外道法 只有我们的会随 才是不共外道法 所以我们有什么 有定共戒嘛 有道共戒啊 你要大乘佛法这些 从小乘中乘大乘 所以你想想看啊 我们把佛法最精华 现在都保留在台湾 那问题呢 你如果没有餐餐的方法 你破不了餐找不到第八四 找不到第八四 你威士用理论的啦 会变理论啊 我以前没有破餐啊 去听陈威士论啊 很高兴耶 我跟他不一样耶 人家破餐他有一二 我没有破餐就可以听耶 我跟你讲 听得很辛苦 听不懂 舍得退出来 好不容易才混进来 怎么可以出去呢 我跟你讲 熬到后来 通常听不懂 尤其听到有意有意 一个头两个大 真的啦 因为我们要缺血险证嘛 但是以前呢 从英明水了下 中英意嘛 那些立宗 告诉你对的 然后才告诉你不对的 这样你的智慧才在增长啊 那你一开始不知道对的 你听那个不对的 我哪知道啊 桃兵不对在哪里 因为我不知道对的吧 所以这个火法 你看我们那个英明水 就是中英意 当然有五个步骤 我比较懒 就第三个 中英意就很好用了 要开中名义先知道 所以我们周文 启程转合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先破题 把正确的写出来 然后再沉嘛 再转嘛 再合嘛 那中英意 也是这样的方式 开中名义要知道 所以你要先参禅 找到第八识 然后你在看 这些佛的经论是限量境界 经是佛陀跟祂的徒弟 他们在交换心得 对啊 所以还是要从基本的这边来 禅禅 那为事呢 现在随不随 随啊 因为现在有人交啊 赶快随啊 不然以后人不叫人家 对啊 但是禅定什么时候都可以修啊 佛法就是灭掉了 放心 还有很多人在修禅定 连弃功 谁打麻乌 对啊 那戒呢 很多人还是有啊 这些都是有很多散法 当然戒的话 只有佛教的这些 菩萨戒 这个是成佛之法 这比较重要 其他的都有嘛 我们的沙盗云万九嘛 儒家也有人力理智性嘛 其实都差不多多少 所以常常在讲啊 趁着现在佛法 在台湾最兴盛的时候 能参禅赶快参禅 能随 为事赶快随 那个种子浸下去 那就是我们的啊 我们常常在讲哦 我们在听讲什么 不是很专心哦 但是出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呢 很奇怪哦 大家很多人啊 我本身不会背 听什么东西听一听 突然在讲话就会讲出来 其实都有熏进去 因为我们的如来藏 本来就能够塑熏此种嘛 就是你即使不认真哦 他还是会有熏息下去哦 嘿会有熏啊 我们不知道而已啦 所以哦 大家现在好不容易哦 有知道有这个什么 曾为是亮 你看曾为是亮 我要看一下呢 我怕讲错哦 就是没有再特别记得 那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 对不对 本来都是如来藏 直接生六根 间接生六成 辗转生六四 才能过程我们所有的生活嘛 对啊 所以我们生活都在生活在活法中啊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所以想要学习这个玄壮菩萨这么大智慧啊 一步一步来啊 这一定会要啊 那就再快一点呢 就参禅啊 然后再快一点呢 就去听曾为是论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不懂没关系 迟早有一天我们会的 以上报告 时间过得太快了 好 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心得的分享 就是我个人觉得佛法的智慧 尤其是为是的智慧 其实是不离我们是简法 所以对我们的现代生活一定非常有用 那么它有一个附加的好处 就是有两句话 可以化凡为简 也可以化简为凡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资讯时代 其实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压力很大 担心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从佛法的智慧 可以掌握出根本 也可以知道它因果的脉络 所以很多事情就可以化凡为简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把太多没有必要的压力 担心就可以释放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面对着花花的世界的这种种诱惑 也有一点的抵抗力 那怎么说化简为凡呢 同样的也是掌握了因果 掌握了根本之后 所以面对到一些问题来的时候 怎么想出那个方法 就从根本因果这样 可以见次见次地开展出 有很多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这样就会帮助我们 在解决日常生活中的 很多的问题 那这样的智慧 当然不会是凭空而来 就如同两位老师所说的 一定是一步一步 而且是什么 从现在就开始要修 从一步一步次地 实修实证而来 那有幸我们现在可以依止 类似像成为士论这样子的 一个佛学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在学佛的道路上 智慧增长得更快 智慧更加的生力 说到快时间 真的是过得太快了 差不多已经到了尾声 那我们今天就希望 藉由今天的这个演讲跟座谈 我们希望各位能够愿意 与我们一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同迈向智慧与解脱 延续这个玄奘大师的千年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